金黃色的湯頭散發濃濃麻油香 冬令時節 陶客最愛來上一碗熱呼呼的雞湯 養生又進步 真的是很養生啊 那個香菇雞湯 他們煮的很好吃啊 除了這一碗熱騰騰湯品 還有業者看見懶人商機 推出快速食材包 只要將備料下鍋 馬上就能品嘗到 溫暖又營養的養生湯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轉涼了 其實還蠻適合在家煮上一碗熱熱的湯來喝 那我們都是採用新鮮的食材去做搭配 其實份量是剛剛好可以給一個小家庭去吃的份量 那我們回去只要簡單的解切跟料理就可以上桌了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最近比較熱銷的是我們的山藥排骨湯跟人生雞湯 同樣瞄準天冷商機 網購業者的湯品業績 碰上雙十一促銷 業績翻倍成帳 不過冬天喝湯進補其實大有學問 我是覺得如果是能夠有午覺 在午覺前吃是最好的 我們達到陰陽協調的作用 冬天吃一點銀耳 蓮子 燉湯 這個是非常好的 在寒冷冬天選對食材吃對時間 一碗溫熱補湯才能補氣養神 暖身又暖心 歡迎新聞林季祥 依麗婷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字幕提供